这是一位61岁的老年女性 这个阿姨呢 她最近几个月老是有点咳嗽 而且有点怕 因为新冠疫情呢 她又觉得怕被感染 所以就尽快去医院 就做了一个胸部CT检查 一做检查 发现了这个左下肺有个泡泡 这个泡泡呢 很多人看了以后就告诉她 可能没事 肺大泡 因为我们在肺里面 如果看到泡状的结构 一般认为就是一个肺大泡 这样的可能性大 后来她的咳嗽始终不太好 所以就又来找我看面 我看了以后这个泡了 发现第一个 她的这个泡的壁比较厚 而且壁了不均匀 不是像气球一样一个泡泡 然后这个泡壁了都是光枕均匀的 它是不均匀 而且部分地方呢有节节样的泡壁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病状不能排除是一个囊炮型的肺癌 因为现在我们见到的肺癌的这个样子越来越多了 形态学院不能排除囊炮型肺癌 我就建议她进行手术治疗 那么确实 这个上周给她做了这个手术 在单孔胸肺癌下给她切了左肺 左下肺 那么冰冻病理就证实是肺的陷癌 而且是情润性的陷癌 所以这种囊炮型的肺癌呢 值得我们警醒 一定看到了 不要单纯认为它就是一个肺大炮 为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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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